新竹不一样幸福正飞扬 欢迎收看领头羊会客室 我是黄嘉惠 国内疫情爆发以来 全台从5月19号就开始进入了防疫三级的警戒 而且一再的延长 各县市政府都动员起来了 就是要强化社区防疫的作为 来全力围堵病毒的扩散 守护民众的健康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三位来宾 来和我们聊聊我们县府防备疫情 以及对抗疫情的作为 第一位我们邀请到是新竹县长杨文科 欢迎 主持人好 洪医师 卖医师好 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 好 欢迎县长 而第二位我们邀请到是新竹县医师工会的理事 洪才丽 欢迎 杨县长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新竹县理事洪才丽医师 好 欢迎洪医师 第三位我们邀请到是麦建芳医师 欢迎 主持人好 县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麦建芳医师 好 欢迎三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都知道了 新冠这个病毒是一再的变种 是真的不能轻忽 那么县府呢除了每天下午的这个疫情说明会来掌控出疫情的变化 和这个确诊者的足迹外呢 我们也和邻近县市是成立了足足秒防疫作战的联盟 一起来合力防堵疫情 让民众呢可以安心的来生活 首先呢我们就先请教一下县长呢 我们采取是什么样的策略呢 是 我想这一次碰到这个世纪大瘟疫啊 可以讲我们国内一开始这一年半以来 前面一段是做得很好 那到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开始爆发出来 那我想我们新竹县我们卫生局全体的同仁投入之下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当然最重要是一个预防 第二个阶段是衰减 第三是治疗 那预防里面最重要的是 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这个COVID-19 一定要了解 然后你这个还要打给他打疫苗 打了疫苗大家就可以免于这个 等于是群体都可以有抗疫的功能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让大家知道怎么样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在预防的阶段 是一定要让大家懂这些事情 第二个就是要衰减 我们新竹县在衰减的部分 我们就大力的在做 那我们也设置了七个衰减站 那也成立了行动快筛部队 我想我们这个快筛部队发挥很大的功能 所以我们只要哪里有发生问题 比如说苗栗县的金盐电子 发生了这些感染的事件之后 我们跟它相交的两个乡镇 宝山乡 额梅乡 我们就开始全部的普筛 那当竹笼症的这几家长照机构 跟医疗验手发生了感染事件的时候 我们也把这个竹笼症来全面的普筛 当然你这边筛检出来之后是确诊的话 我们就要治疗 那我们的这个医疗量能可以讲是算是目前是非常足够 那我们为了帮助这些居家隔离的 我们是特别我请了四个单位 有专责人员来接这个电话 比如说当时要居家隔离的时候 要送到防疫旅馆 要带定旅馆 还有送餐的吃饭的服务 当你要离开家的时候垃圾要怎么办 这都要把他亲院 还有甚至于有些有宠物的 那我们也帮他处理 所以这些是我们直接 你只要有问题24小时接电话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预防筛检跟治疗 三大手段我们来处理这些事情 透过社区的筛检站和行动快筛的部队 我们是到热点呢 或是高风险地区呢 来及早呢 我们要找出潜在的个案 那么县长接着请教了 我们目前呢 筛检的机制和备用我们是如何的呢 只要你被列为居家隔离的 或者跟被这个有活动时被追踪到的这些部分 我们这些筛检跟这个PCR的检测 都是可以公费的 那个人认为是有些是觉得是有危险 有疑虑的 有疑虑的来 它是可以自费的衰险 因为我发现这个要经费负担是蛮高的 光是一个这个衰减的话 本来是2500块一个人 现在降到1500块 那做PCR检测要5000到7000 这个负担是蛮重的 那后来我们对这些热区 或者有疑虑的地方 我们就全面的衰减 就是我们县政府付起这个这个经费 我觉得这样才会达到 让乡亲朋友勇于出来这个筛检的目的 工费的部分 我们最主要是在台大生医的医院里面 还有县府前的广场 湖口凤山工业区 竹东河滨 这个都是我们来筛检的 那自费的部分 大概是在三个院守 大恩医院 仁慈院 北龙新竹分院 那企业快筛 这个企业他要负担这个快筛的经费 那这个我们是有快筛部队 给他去帮忙 所以县长我们什么样条件的民众 可以前往筛检 因为很多是无症状感染者 对 我们对于这些 如果你没有去筛检的话 不会找不出来 根本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而且还有很多的黑素 对 所以我们是让我们新军团 是想尽办法清零 不让它有黑素 不让疫情再扩大 我们阻断这个源头这个传播链 就很重要了 所以县府呢 是从这个积极的来设立这个筛检站 要快速的来找出潜在的个案 那么接着我们请教一下洪医师 针对这个筛检这一块呢 我们的可信度来说 民众是否能够放心 而筛检的结果 我们是多久能够得知呢 有些病人是属于无症状 所以对于一些一般民众 他没有症状 可是他可能有一些 跟之前我们讲说 跟确诊病人有足迹 相碰到的这些足迹石的话 那当然民众会怀疑 他自己会不会有怀疑到 对 那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 就是需要我们做所谓的筛检 第一个你来这边做筛检是安全的 你不会因为说我来筛检 就后来被其他人传染到 那第二个当然现在筛检的试剂 都是用所谓的 符合这些原厂的一些筛检试剂 使用上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利用这块筛 他还很快去找到有疑似的案例 然后赶快把他隔离 就避免他扩散 有一个留官去请民众在那边 在那边休息15分钟 那15分钟之后 直接就会跟他说明说结果 那如果是筛检完是阴性 那我们还是要给 我们会给民众一个 所谓的筛检的 之后的一个注意事项 一个卫教单 那还是要跟民众讲一件事 因为筛检还是有可能 所谓的假阴性 有少部分的假阴性 那第二个当我们知道有些人在无症状的 感染者初期还是有可能 那时候病毒量不高的时候 可能你还是塞不出来 所以既然有接触 我们还是要跟民众说 你回去之后还是一样要自足健康 监测7天 你还是要注意小心 那有症状的时候随时还是要就医 那如果筛检阳性 那阳性当然 那就可能已经是高度怀疑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立即安排他做所谓的PCR检测 对然后而且既然他已经有所谓出筛是阳性的话 那我们当然马上就是要做相关隔离措施 透过这大量的筛检 我们就能够阻断这个感染源 那么接着请教一下麦医师了 我们在快筛的这个执行下 我们是否能够有效找出这个潜在的感染个案 那现在我们新竹县医师工会 就是当成是像县政府的智库一样 我们跟卫生局英局长还有就是县政府配合的非常好 大概我们都会希望先针对热区 有一些比如说机构性的 他不方便这些老人不方便出来的 就由我们来派员前进去筛检 那可以自由移动的民众就让他们到筛检站去 或者到医院去筛检 那筛检之后我们仍然希望他们能够跟医师保持联络 除了自主健康管理之外 对自己的身体的任何症状有什么疑虑的话 就再跟医生联系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自己是微阴性 或者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皮下裁剪 那一般目前现在市面上的快晒试剂 它阳性就是阳性率大概就是落在九成到九成五之间 有亚培的有福尔的有很多的品牌 那我们医生不会只看快晒的结果 我们会从你的接触室 你的铺路室你的足迹 你的症状来决定你要不要做进一步的皮下 那另外我们也会提醒民众就是说 在快晒回去之后 所谓的NPI就是戴好口罩 勤洗手维持社交距离 跟家人有一定的防护之间有一定的防护 还是希望他把它做好 目前我们全县的这个确诊的案内 已经这个突破了百例 那么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就是 目前是以长照机构这个群聚最多 想请教一下县长了 这部分我们县补是否已经在掌控当中了 而面对民众的不安 我们县补又有哪些作为 来让民众放心 好我想刚刚麦医师讲的很对 对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居隔之中 就是这些目前的这些确诊的患者 那我目前整个我们新竹县来讲 这三家机构在竹东这三家机构 它总共的人数320亿人 那真正确诊的有60亿人 将近百分之二十 那所有在这里面的 我们都相对的一人一世 然后全部的要送餐服务 然后让它不会进出 所以第一次已经在隔离了 所以我想很多的乡亲朋友都非常担心 那我们对于这三个机构 我们在7月1号也特别下令的 对这个我们的医疗院守 我们要让他停止这些手术门诊 以及这些所有的这些进出 病人只出不进 我们一定要让他最后一个确诊者 满21天 让他整个都降载下来 降载措施 然后让他可以没有清零 完全没有问题的时候才来恢复这个 门诊这些手术的这些咒业 那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 护理之家有长照机构 我们也下令让他在两个月内 都不能新接住民 也不能有这些碳病碳室的这些规定 那我们也要一直衰减到 他最后一个居家隔离的满28天之后 都没有问题之后才让他复工 再让他营业 那这些做法的话 最主要的目的就让他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更是加强监测 不断地在筛减 甚至于刚才两位医师都讲得很清楚 都有一些伪阴性 所以我们一筛是阴 二筛也是阴 三筛是 到第五筛才筛出是阳性 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注意 我们不会摔了一下 阴性就放他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会严格的来把关 一直到居家隔离 起码之前还要再做一次的筛检 所以都是四筛五筛都有 所以这个是我们全力在做 在防守 我们就是两天筛检一次 总而言之就是要确保安全无疑 这是我们的决心 没错 所以县长刚讲到 源头是关键 所以县府从这个防范和围堵 是透过这个筛检权利来做 而且谨慎再谨慎 就是要来阻断这个感染源 保护县民不被感染到 那么防疫的这部分 我们知道了 下段节目 我们要继续来了解 我们疫苗接种的部分 又是有如何规划的 新竹县智慧福利服务药生计划 除了既有的智慧福利服务之外 今年还新增 低收丧葬 医疗补助生办 伸脏停车阵线上申请 患诊服务 以及富康巴士线上预约服务 让便利以及优化的系统 为智慧化社服服务 带来更全方位的关怀与照顾 智慧在手 福利永远 请上网搜寻 新竹县智慧福利服务药生平台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了解到了新竹县的两大防疫对策 就是快筛部队和快打部队 而打疫苗正是目前防范新冠肺炎最有效的方法了 中央配发的AZ疫苗也在6月15号来开打了 现在我们就透过这段VCR 我们来看新竹县首日接种的情况 医事紧销防疫人员保持安全距离排队 由医师问诊后再施打AZ疫苗 新竹县获配13000剂 全县47站今天开始施打 其中竹北县类体育馆 一早就有前三类的施打对象 全天约有1000人来接种 今天除了我们竹北体育馆的大型接种站以外 我们同时间我们在新竹县13项个卫生所 以及我们的合格的诊手 加起来有47处可以同时施打 挨上一针再执勤 防疫工作时更能多层保护 中央最新配给的AZ疫苗 首批施打2000剂 提供给第一到第三类的 医事紧销等一线防疫人员 今天在体育馆接种 宽阔的场地空气流通 也让民众感到相当安全 9点多来排 然后大家都很守秩序 也有保持安全的距离 然后也有扫QR控 工作人员都很专业 然后也很清楚的指引这样子 我们觉得很感谢政府 一开始来的时候 然后整个动线的话 就是规划的还不错 然后整个就是环境啊 还是什么都还蛮 就是很通风 然后大家都有依照地上的 那个1.5公尺的保持安全距离 这样子 来到竹北卫生所 今天则是规划400位长者 分批施打每半小时30位 由医师问诊完后 再进入等候区接种 而这一次为87岁以上 约有6600人 接续80岁到86岁为第二梯次 75岁以上则是要等到 第三梯次接种 防堵机构群聚扩大 这一次也针对住宿型的住民 赵福源和喜盛的圣友 规划有5600人施打 6月20号前就会把13000剂全数施打完 超前规划让接种首日不混乱也更安全 没错呢打疫苗呢可以降低这个重症和死亡类最能有效来对抗病毒了 我们一开始就想先请问一下县长 我们目前的县府这个分配的这个疫苗的情况又是如何的 然后关于快打部队 我们县府又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那我们打这个疫苗 我们都是按照我们中央的分配的数量 我们来按照它的这个类别跟年龄的次序来打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这个施打的比例大概勉强可以达到四成 到昨天为止大概四成左右 现在是正在打这个75岁以上的 到7月7号 那7月9号开始 我们是打72岁到74岁的 原住民是62到64岁 那这个大约有9600人 那另外到了7月12号的时候 我们就打69岁到71岁的 原住民是59到61岁 那这个部分大概有13200人 那我们接着在7月15号开始 我们要打65岁到68岁的 这个原住民是55到58 那这边大概有21500人 我们在全县有50处地方可以打疫苗 那我们是透过我们13乡镇的卫生所 以及合约的诊守 再加上我们设置了三个大型的这个接种站 在我们竹北就在体育馆 在福口的话 我们是在我们王爷龙这个运动公园里面来施打 在竹东的话就在我们的戏曲公园来打 那整个一天我们是可以服务到一万个人次的这个 这个相亲朋友 而且我们这一次可以讲是非常的贴心 我们75岁以上的 我们不必这个带通知单 因为以前就发过了 所以我们就说你就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直接到你究竟的地方去施打这个疫苗 那我们对于72岁74岁已经要接种的还没有发通知的话 我们是透过这个村里长林长去发给他们 你只要按照上面的时间地点去施打的话 这根本就不会拥挤 所以就是井然有序的来施打这个疫苗了 那么接着请教一下洪医师 我们疫苗施打这一块 当然民众会有社会大众都有一些可能不同一样的疑虑 那么我们目前接种的流程是大概怎么样 第一站的时候会先核对身份 所以记得要去施打的人 一定要记得带你的健保卡 第二站的话就会有所谓医师做评估 那医师评估主要在于说 因为大部分人当然会去打都已经心理准备好 可是医师还是要再确认几件事 第一个你目前就是说身体的状况怎样 有些人就是想打 可是身体体力不好 他这时候打可能相对还是不好 失利了不允许 对所以当场的时候医师还是要看病人 其实我们看到病人就知道这个病人 大概身体状况怎样 所以当场还是要看一下病人做一些简单的评估 那如果说在施打之前 就是说这个人他本身对一些疾病或用药有些疑问 也可以再问一下医师再做确认 那再来的话最重要就是有没有过敏 目前来讲大部分的慢性病 其实都可以去接受施打 只有说我们讲说你如果是有正在发烧 正在有一些急性症状的时候不适合施打 那不然的话大部分都可以 可是有很重要就是过敏 就是以前如果打疫苗有过敏过 或者对咸饮剂有过敏的话 特别留意 对这些人讲可能在施打疫苗上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适合的情况 所以医师就是评估这些 那第三站就是说如果说医生评估OK了 那就到所谓护理人员这边做施打 那施打完之后我们就进第四关要留关 因为最重要来讲打完之后还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不良反应 那这不良反应其实大部分会出现大概15到30分钟 所以我们通常会留好一个留关区 让民众能够坐下来休息 那他们会有护理人员会登记 你什么时候几点打几分之后 一定要看他15分钟之后才让他离开 那15分钟是目前来讲最短的时间 但是如果说民众觉得还是有不舒服 其实还是建议他可以多留15分钟 或者是在自主所谓的监测15分钟 那有任何不舒服随时回来跟医生讨论看看 了解 那么接着我们就想也替民众来问一下 这个卖医师这方面 就是说施打疫苗 我们是不是每一位民众都适合呢 有没有人是不适合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自己打疫苗 OK我们可以到哪里来了解呢 哪些人不能打 其实真的不能打的就只有对疫苗过敏的 还有就是曾经对甘素或者是第四磷血因子引起的血栓 这种疾病病史的病人 这绝对不能打 其他的几乎都可以打 但是几乎都可以打 民众会有疑虑啊 举个例子来讲 孕妇可不可以打 那事实上像WHO已经确定了 所有目前台湾使用的疫苗种类孕妇都可以打 可是有的国家会在第一个孕期建议不要打 那这个时候孕妇就应该去打电话 问一下他帮他产检的医师 我是不适合打 只要他的产检医师是同意的 那么他就可以安排到医院或者是到诊所接种 主线已经分级分流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层次 我们现在一共有三个大型接种站 9个医院13个就是卫生所 还有目前20家 未来会有更多家的基层诊所加入 所以接着我们请教一下洪医师 我们接种之后 我们大概多久会产生这个保护率 然后我们施打后又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一般来讲的疫苗如果注射之后 大概要产生抗体 大概都要两周以后 所以就是刚打完之后来讲 其实一开始没有保护力 很多人觉得我打完就开始 就放心了 其实还没那么快 那两周也是刚开始产生有一些粗保护力 所以才会有第一剂打完之后 我们隔一段时间要打第二剂 来让抗体的产生更多 那如果有几个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发烧通常很少超过48小时 所以你的酸痛发烧 如果发烧超过48小时 可能就要去小心 第二个就是刚刚讲到 如果产生像血栓 就会觉得胸痛啊 下肢水肿啊 那这些来讲 可能或者突然之间肚子痛 那个痛感觉是持续的 你不太放心 那这时候就要看医生 然后或者是说觉得出气喘头晕啊 那这时候来讲 就要就近赶快看医生 那看医生当然去医院 或者附近的诊所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记得告诉医生说 我什么时候有打过疫苗 会不会跟疫苗有关系啊 那医生就会做适当的评估 也许只是刚好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这时候来讲的话 就是刚刚讲这几个 就需要趕快去就医的情况 想请教一下麦医师了 是不是民众接种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害怕 被感染了吗 目前英国38万多人的 review data告诉我们 打完第一剂以后 BNT或莫德纳 大概就有六成不会生病 AZ也是六成 保护你不要住院不要死亡 接近百分之百 两种都一样 一模一样 可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疫苗大概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它让你完全不生病 完全不感染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你可能被感染 但是不会生病 第三个你被感染 你会生病 但是不会中症 不会死 这是三个层次 所以目前要能够做到 完全不感染 完全不带菌 这个非常的难 连莫德纳连BNT都非常的难 打完预防针之后 所有的防疫政策 所有的NPI 就是口罩洗手 社交距离尽量大概要继续做 如果把疫苗加上去 再把这个NPI 我们刚刚所说的口罩洗手 社交距离再接上去 那这就会组成一个铜枪铁壁 因为这个疫情的肆虐 大家就是看电视看手机 每天都看到这个确诊数有多少 然后多放人因此丧命 所以这个情绪方面 难免会觉得会容易紧绷 或者是焦虑不安 那么万一是我们这部分 我们怎么样民众来个避免或是缓解 媒体会告诉我们新的资料 新的防疫的政策跟观念 我相信还是得看 但是不要一直盯在电视机前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都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孩子也在家里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自己 还有孩子都排点简单的课表 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试着跟孩子 找一些事情做 那另外也要跟大家报告就是 一定要注意在家里面 多多少少要做一点简单的运动 你只要深蹲两分钟 你就可以抵消两个小时的久坐 那再来呢 有一些很重要的食物 可以疏解情绪的 含有酸胺酸的 含有露氨酸的 比如说香蕉 牛奶 鸡蛋 摄绿色蔬菜 深海鱼类 这些都是防疫期间 舒缓我们情绪 非常重要的饮食 哇 谢谢麦医师提供 我们身心的这部分 防疫在家 还是要注意身心的这个状况 怎么样来环节 因应疫情的这个发展呢 我们现在呢 县普是滚动式的来调整 想请问县长这边呢 就是我们目前县普 有哪些新的规划 让我们的防疫再升级呢 在防疫的政策方面 我们现在6月2号的时候 我们就成立了 我们的防疫专家的 咨询顾问 我们县普所有重大的决策 我们透过这个咨询顾问 给我们一些意见 我们的咨询顾问 我们聘请这个 彰化基督医院的 我们的陈牧宽院长 台大竹北生医院的院长 于中仁 以及东元医院的 这个黄中山院长 还有我们中国一大 新竹医院的陈智亮院长 我们请他帮我们 来做一些决策的咨询 那接着到6月28号的时候 我们共成立了一个 科技防疫网 我们就是要透过 我们的这些人工智慧 AI还有这些AIOT 大数据 大数据等等 我们透过这个 在我们的防疫阶段上面 我们在 避防追踪隔离治疗关怀 这个防疫阶段上我们来建制 我们的整个一个科技的一个防疫网 那这些我们都在不断地推动 我们希望这些防疫网 可以真正地帮助到我们的乡亲 也可以帮助到企业 那我们下一步 我们就会直接找一些这些 我们这个几个阶段里面 要做的事情来做 那我们就要透过这防疫网 来加强我们的这些监督维堵 让它能够将来 可以不会对我们人类 会造成一个很重大的灾害 科技来防疫呢 你就能有效来达到这个 刚刚先生讲的预防啦 追踪和隔离 所以县府呢 要全面来阻断这个病毒 让民众呢 可以早点来恢复正常的生活 而虽然呢 我们现在疫情趋缓了 但是呢我们个人的防疫措施 刚刚医师和县长都讲了 我们还是不能中县 尤其呢 我们现在最要感谢的就是呢 我们站在第一线 每日每夜来对抗病毒 我们最辛苦的 医护检人员了 对不对县长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我们这些医护人员 我想我都看得到 我们洪医师 曼医师在给我帮忙 身影 真的非常感谢 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这些 我们的乡镇市长 还有这些第一线的 这些公务人员村里干事 还有村里长到李林长 大家一起齐心来抗议 所以我们最近 我们新竹县政府也 特别请了这个邱连青老师 写了一首歌 《一条心》 那在这样的一个疫情 这样的严峻时刻 这一条新的歌 是唤醒了大家的一个意志 要大家一起来坚强的抗疫 要团结 要团结 要一起来抗这个疫 那同时也对很多人 也做了很多的疗愈 所以我想对未来 我们都充满了信心 刚现场讲了医护检人员呢 每一位都是我们这个前线的 这个防疫英雄 因为有你们的前线的守护呢 然后我们才能如此的平安 真的要说声谢谢你们了 而今天呢 我们也了解到新竹县的 这个防疫和抗疫的作为 我们从点线面 我们全面来做 而目前呢 疫情呢 仍在持续当中 所以面对现场 面对这场呢 而人类呢 我们共同的战役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 要同岛一星 我们一起来团结 对抗这个病毒呢 而且我们要相信了 雨过天晴的一天呢 我们终将会到来 因为呢 我们齐心呢 努力击退疫情呢 就在我们新竹县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三位来宾呢 来和我们分享 我们强化防疫的作为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那么新竹不一样 幸福正飞扬 也谢谢您收看 领头阳会客室 我们下次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